课程在线课堂 上一节课呢 我们分析了几组的变工框 分两种情况 几组变工框前后均为领界工框 和几组变工框前后均为亚领界工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所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推导出的几组呢 在变工框前后均为亚领界工框的表达式 好的 这个表达式呢 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弗六格尔公式 叫做弗六格尔公式 在现场中间 我们也把它叫做压力流量关系 那么这个表达式在现场中间 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我们在后面呢 也会看到 好的 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个几组的变工框的 这样的一个弗六格尔公式 来给大家强调一下 那么这个弗六格尔公式呢 它说明的呢 就是几组在亚领界状态下工作的时候 变工框前后 通过几组的流量 与几组前后压力均有关系 与几组前后压力平方差的平方根 是成正比的 好的 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G1比G等于根号下的P01的平方 减去PZ的1的平方 比上P0的平方减PZ的平方 对吧 那么当它全是在亚领界的根号下工作的时候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这个Z呢 取得很大的话 同学们可以考虑啊 当Z呢取得比较大的话 会有什么变化呢 当Z呢取得比较大的话 当Z呢取得比较大的话呢 同学们注意一下 P0将远远的大于PZ 对吧 比如说之前的压力十几兆帕 那么再往后走呢 可能呢只有几兆帕 然后还有一个平方 它们已经远远的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 所以呢 当Z取得比较大的时候 往往后边这一项呢 是不是可以被忽略掉呀 因为我们在工程分析上呢 主要呢考虑的还是定性的分析啊 并不会呢 用它做太多的精准的定量的计算 那么当我们把后边的PZ画掉的时候 前边的这个平方 是不是就可以开出来了 开出来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当急速取得比较多的时候 流量也和这个之前的压力是成正比的 那么这个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灵界的时候成正比 压灵界呢 在近似的时候也成正比 so我们怎么来改变轻轻轻的功率呢 要改变流量对吧 那么怎么来改变流量呢 成正比例的改变压力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我们推导得出来的最大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推导得出来的最大的结论 好的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刚才进行一个分析之后 就得出来 当这个Z取得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说对于宁气室的记组 对吧 我们可以将除最末级和调解级以外的 所有的中间级 都看作是一个级组 那么这个时候 PZ是远远的小于P0的 PZ是远远小于P0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 如果说是把除了最末级和调解级外的 所有的中间级看作一个级组 那么P0可能是十几二十几兆帕 十几兆帕 因为亚林界级组的话都是十几兆帕 十几兆帕 然后PZ可能到了几千帕 本身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如果在一平方的话 那么就更加的可以忽略了 这个时候呀 如果宁气室机组在亚林界状态下工作 级数足够多 我们说除了最末级和调解级外 实际上只要Z大于5 这个忽略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机组的流量呢 虽然也是一个亚林界工况 但是呢也是正比于机前压力的 好的这个表达式呢 大家注意一下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什么呢 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集组在变工况前后 对于临界工况的表达式呢 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呢 这边少了一个什么呀 这边少了一个GC 是吧 因为这时候不是临界流量嘛 所以呢 没有这样的一个C 这是亚林界的时候 和临界的时候呢 我们得出了一致的表达式 就是流量呢 正比于之前的压力 那么这个表达式呢 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 实际的应用价值 因为在实际的运行中间 它可以呢 用于指导 指导或者说监测 其人机的运行 运行啊 那么这个呢 也叫做压力流量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压力与流量关系是 在现场中的一个应用啊 那么什么是压力与流量关系呢 就是弗流格尔共识啊 或者就是说 我们简化了的那个 弗流格尔共识 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得出了一个 统一的表达式 不管是临界 还是压临界 流量都和这个压力 是成这比的 那么这样呢 就很简单了 我们可以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啊 有这样的一些应用 首先呢 得看一下应用的条件啊 第一个 压力与流量关系是呢 在应用的时候 也有大量的一个 金丝和简化 一般呢 都是定性的分析 所以呢 首先我们得看看 现在这个集组呢 它能不能满足 这样的条件啊 第一个呢 是通过同一集组中 各级的流量呢 要相等 也就是说 有抽气的话呢 就不可以啊 第二个 不同工况极组中 各级的通流解面呢 保持不变 实际上呢 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啊 来判断 它的通流解面呢 是否是保持不变的 等会呢 我们看到具体的 工程应用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说明 这个问题了 好的 第三个条件呢 是通过各级的气流呢 是一股均质流 第四个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原则上来讲呢 弗六高公式 它适用于 无穷极数的情况 也就Z呢 无限小被忽略了 对吧 但是呢 有限极数的时候 我们用于定性的分析 是可以的 如果要精确的计算 那么依然呢 要考虑 几组的零件压力比 也就是说呢 一般情况下 不用于特别精准的计算 我们一般呢 只是用于呢 对于工程呢 进行一个 指导性的一个分析 好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工程中间 怎么用呢 就主流格尔公式呢 很简单 流量和压力成正比 对吧 那么在运行中间呢 我们用它来干什么呢 第一 监视气轮机的通流部分的运行 是否正常 在已知 气轮机功率 和流量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呢 根据 弗六格尔公式的计算结果 监视某些 集前的 某些集组啊 或者监视断前的压力 借此判断 该集组呢 是否损坏 或者呢 有结构呢 等异常的现象 因为弗六格尔公式呢 告诉我们 流量和压力 是成正比的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假如 现在流量 增加了10% 那么说明压力呢 这个之前的压力 应该也是增大了10% 对吧 那如果说 流量减小了5% 那这个压力呢 也应该呢 是减小了5% 反过来 如果当流量呢 发生一定变化的时候 压力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这个运行呢 可能是出了一点问题啊 那么出了什么问题呢 哎 就有可能呢 是中间的这个流通面积 发生变化了 对吧 因为我们前面呢 已经看到过 弗六格尔公式呢 应用的条件呢 是它的面积不变 那么如果是面积发生变化了 那么有什么可能性 会导致面积发生变化呢 就是叶片有损坏呀 或者呢 说 叶片 有损坏呀 或者结构呀 对吧 就导致了这个 通流面积的发生变化 在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呢 举例来进行说明的 好 这是弗六格尔公式呢 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第二个呢 可以推算 不同流量 流量呢 就是对应着功率嘛 其实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呢 就已经学了 切容器的功率呢 跟整机的比寒降 然后呢 蒸汽的流量 然后呢 θi θm θg 同学们还记得吗 θi是切容器的内效率 θm呢 是机械效率 θg是什么呢 θg呀 是发电机效率 跟这些效率有关 但是呢 切容器的比寒降呢 基本上是确定的 然后呢 三个效率呢 也基本上不怎么变 所以呢 我们调节功率呢 一般是通过改变这个流量来进行的啊 所以呢 我们呢 可以根据弗六格尔公式呢 推算出不同流量的时候 各级的压差 为什么呢 因为流量呢 和之前的压力呢 成正比 对吧 所以呢 当流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之前的压力也就发生变化了 而压力发生变化 压差也就发生变化了 压差变化之后呢 中间的比寒降就发生变化了 对吧 比寒降变了之后呀 我们就可以呢 去计算速度啊 然后呢 接着是功啊 功率啊 以及效率等等啊 所以呢 从而计算出相应的功率 效率 及零部件的受力情况 那么也可以呢 有压力推算出 通用通过各级的流量了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推算啊 需要给同学们说一下 这是我们弗六格尔公式呢 在现场中间的一个应用 主要呢 是用于定性的分析 以及大致的一个推算 一定记住啊 是不用于特别精准的计算的 那么弗六格尔公式的形式呢 它是一个压力界的时候 机组和流量的关系式 这个大家要记住 但是呢 它和临界的表达式啊 是一样的 这样呢 就把临界和压力界呢 我们就整合在一起了啊 就整合在一起了 在大致的一个分析下呢 都可以应用 就是说 流量和之前的压力成正比 这个关系式呢 来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推导 好的 我们这节课呢 关于压力与流量关系式啊 也就是呢 弗六格尔公式呢 就是做了一个终点的一个分析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下节课呢 在这一节课的基础之上呢 再进行深入的讨论 学习和总结 这个课呢